兄弟们,80个跨幅买的205以上的原身,能不能出专用?法系的说梦想能不能实现?来吧! 祝你好运 神豪老板跨幅秒,80条160级项链,只为了出法系梦想,正好横顶级资源,直接给老王看该了 梦幻西游最高端的资源没有之一 鉴定里的天花板是160,160里面的项链部位是最顶上的资源,连续80条 再加上是跨幅的,一个一个来 已经鉴定出梦想的它 好突然啊,已经鉴定出梦想的这个号 竟然没鉴定过项链 武剑装备已经出了两个特技 京青还有吗?京青有吗? 野兽误报 第一个是冰军女的黑暗 第二个是命聊处 你看我看蓝字准不准,找的真准 254高零,225冰青绝,225精致 前面有五件装备,三个蓝字,一个高零 224,243,25,43,234,221 销链的梦想会比其他的多出0.8 就正常其他的专用是1.05 专用的销链是1.13 到1.0,1.18 专,专,弹出 我点这么慢,就是为了等你出专用 你给我出来呀 229,228,249,232,229,229,232,246,226 不行,这波一个蓝带都没咬 不行 天零零,地零零,专用专用,显显零 256的项链出个专用 因为全服已经没有办法让我们再打第二次 80个205以上的项链了 6,5,专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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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双蓝,精青罗汉我也不要 专用,专用,专用1%的几率出现吧 妄想 241,228,229 海碳喵的是个一修礼 228,233,227,232,229的专注 160专注特效,魔法,恢复 别闹 找找,愤怒,留云,不魔 法术包击几率 给我出一个2660,1.2法术包击几率 简易加精致的项链 不要专用,也要 233,227,225,227,246,246,224,221 永不磨损 不过操238横草千区,226珍宝 221的永不磨损能回本多少条项链呢 我算一下啊 极限量灵力呢是267啊 267再减去221 再除以个1.5 这项链能理论上熔练30 熔练个20多点0 是不难的啊 240多零出零的 帮我搜一下240多出零的永不磨损项链 能不能卖上4万5啊 现在鉴定了40条项链 应该回本个20条应该没问题啊 天台还行啊 天台还行 专用 哥哥来了 专用 我操 专用来了 专用来了 在鉴定了第42件的时候 终于出了专用的项链 但是没出梦想 也就是他的灵力没有达到267 那我只能希望他是逆天的双篮子了 我操 封印命中率 来到天台以后 运势加倍 封印命中率加野兽 流云凝滞放下 封印命中率1.76 灵力243 灵力真高 封印命中率也不低 228 223 235 221 233 操的 唉 你妈的你这个出专用 这个出专用 我跟你讲 301就被咱们按在脚下了 因为咱们武器有加成 你妈的这个 260的没出专用 哇 差一条 这个游 这个游戏好玩就好玩在这 如果是260的出专用 乘以1.13 2930 再来 我们还有机会 50个只鉴定了30个 还有机会 封印命中率 那个来个特技 还有机会 还有专用 再来 一个出了专用武器的人 再出专用项链 它就不难 228 226 231 241神龙 222 243 258 高龄 258 高龄 乘以2 我靠 兄弟 他喵的高龄连续来了俩 白天来了 诚实了 来专用 再来专用 法系的梦想 成就 成就 293 298 299 最后一个专用 22 233 252 加专属特效 法术伤害结果减免 增加法房 223 260 高龄又一个 哎哟 卧槽 有意外惊喜啊 兄弟们 整个246的简易 又能卖点W 因为他246的简易 虽然表面上比150 到200 52的少了5.0 但是他能浓练 而且能多一段宝石 这波不是建议点 八七杂八的东西交差 这波是心血 是精力 是全服没有第二个 连续80条 鉴定的机会了 兄弟们 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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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的余地 谈你妹的成就 除非双篮子 别着急 最后一刻 精轻 专用 封印 234 拉 221 拉 228 拉 232 拉 227 拉 236 拉 227 拉 227 七规数 选择 卧槽 有时就这么简单 卧槽 256出零 永不磨损 我的妈妈呀 我的妈妈呀 这个销链零丸 直接 我靠16段 拉满 256出零 永不磨损 哦 卧槽 256 项链出零的 应该是七八万吧 啊 七八万吧 但是它成本太高了 它项链原身 一个咋地的 啊 三千 乘以八十 成本二十四 嗯 请不吝点赞